手裡拿著一碗湯圓在吃下肚之前 先要喊聲凍蒜 副總統賴清德 元宵節到南投同框菜培會 拉臺紳士 這是他當選黨主席以來 面臨的第一場仗 收賜站臺輔選 黨主席掛保證說當選沒問題 接著火力全開 炮火對準 國民黨 劍指千鈔 瞄準林明珍家族爭議猛攻 暗示南投縣市國民黨的夾天下 因為前縣長林明珍卸任 又回國參選立委引發爭議 被綠營視為有翻盤機會 賴清德副總統賴主席跟我一樣 來自基層 他在萬里出生 他知道我們要走遍每一個角落 裴蔡培會勤走基層 在去年大選慘敗後 今年1月18號賴清德就任民進黨主席 首先就得面對3月4號的南投立委補選 這一仗有殊不得的壓力 好好好 挨家挨戶敗票拼陸戰 前南投縣長林明珍上午馬不停蹄 形成滿檔 加上主席朱立倫四號前腳剛走 五號賴清德就來隔空較勁 看來南投立委補選 年後選情逐漸加溫 金順張景函 孫雲芳 邱平義 何孟哲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